大家好,又就是中秋了 今年吃什麼月餅好呢? 不如試試這款香港製造的奶黃月餅吧 除了充滿香港特色的包裝之外 味道還是超級特別的茶味 一素傳統奶黃月餅那種很膩的感覺 還有分四件和八件裝 還不快點行動? 即日開始接受月餅 大肥安妮娜 這條片應該是今天最後一條 留兩個小時溫一溫資料 講今晚安倍晉三 安倍晉三最大的願望就是7月底去台灣 結果這個是永遠都達成不了 我們真真正正一個親美友台的政客 也都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 今晚跟大家慢慢講 在這裡有一個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澳門的倒牌雖然未結中 但事實上就是這個月已經開始接受招標 去到8月中就接標到今時今日 除了那6家之外沒有提7家 即是說這6個賭牌鐵定就是你了 你不要我都要給你這樣 事實上講數講了很久 很多時候你完全看得到就是說 現在澳門甚至被中金說 7月份的賭收是零 就是沒有人賭錢 那你就知道多嚴峻 這次是極速這樣 會在8月就會折標 接著就到10月 其實9月中10月就已經會 給多少明目11月就已經告訴你 準備明年1月1日之後 你們又是賭企 又是澳門的支柱 高不高興 興不興奮 為什麼沒有人來 第一動態清零 你叫人來投資很困難 第二 如果你投資的話 你要重新建設所有的東西 這個是相當凡本 而對於這六大賭企 喂 我普京在這裏 我金沙城在這裏 我每樣都在這裏 永利 是不是 那是不是逐牌 我是不是不用再投資一些建設 一些所有的東西 只要我能夠繼續經營 就可以了 那我相信 這一次澳門會讓步很多 無論是稅收或者一些限制 因為之前說要加強管理澳門賭業 結果 你都沒有加強管理 衛星牆已經死了 貴賓廳死了 然後中牆的沒有人來 所以這次的條件 是必定容易 令到這六大企業能夠接受 這樣也不錯 何家公雞 何家差 何家母雞 何家差 依然是何家天下 依然是永利 那大家開開心心 但是有個問題出現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澳門的經濟失業率 這次續牌是十年 那你說頭兩年 動態精靈洩 最多銀行頂住頂住頂住 但是銀行好像最近都頂不住 對賭企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融資都難的 所以現在要求就是沒有公司給錢 所以你看到金沙也好 金沙也好 永利也好 他們在海外的總公司 泵水來頂 那來到這裡 最大的問題就是失業率 因為之前澳門是要有社會責任的 你投得這個賭牌 你就不能夠炒人 你投得這個賭牌 你在做著的話 你就不能夠過度地縮減脾肺 所以你看到過去這兩年的動態精靈 很多的賭企都不敢炒人 要麼你就吃肥雞餐 給你一筆錢 你不要管了 要麼就想辦法將你轉業 要麼就像永利一樣出九成人工 有一成的就給你股票 還不讓你賣明年才能賣 就是說各方面頂住了失業率 但是續牌呢 續牌之後十年的牌子都是我的 那你說炒人潮 你就會見到的 這個世界永遠都是的 虧本生意無人做 如果賭企真的炒人的時候 我就想問一下澳門政府好像海一成那樣 你夠不夠敢說我收回賭牌 不會 因為就是沒有下家 就是你六間做開的就是這六間 到今天沒有聽到 有任何一間走出來說 哎呀我們要在澳門開賭是沒有的 反而泰國競爭激烈 跟著你看到的就是菲律賓 跟著就是見到越南 這些就是真實 永遠都是的 你諸多濟走 好 反而就是扼殺了澳門的賭旗 現在你說你來 怎樣來 這六間公司我也覺得 他們為什麼會做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們說那間酒店也在這裡 我的設施也在這裡 是不是 威尼斯人 依然在這裡 就是他不用額外很多的投資 所以他們想著 喂 賊佬試沙包試一下這兩年 希望去到2024年 2024年年尾可以頂得住 但是炒人潮是必然會發生的 今天不炒 是因為續牌 是因為過去簽的條約 所謂的社會責任 但是你一續新約 我相信這一次都講清楚了 你還管 我真的沒有錢虧的 你不是你澳門政府 頂的 節目做到這裡 也是今天最後一條片 拜拜